大家好我是Paul 週一到週五 英文一起讀 今天要探討的題目呢 小小有點沉重 講的是我們亞洲人的事情 所以你應該知道在美國現在 整個美國對只要是非亞洲主義的 可能對亞洲比較仇視一點點 因為武漢肺炎等一種刻板印象的累積 反正以及可能在家裡面被鎖太久了 可能就是一股氣發不出來吧 總之呢 就有很多人開始欺負亞洲人 那我們今天要看的這個題目就是跟這個相關的 因為有大概最近發生兩件事情 一個是紐約在Hell's Kitchen這個地方 到底是什麼地方等一下我們看一下 所以有個亞洲婦女 六十幾歲 被一個黑人直接踹到地上 然後踩了幾腳 然後說你不歸屬於這裡 然後跑掉這樣子 那另外還有在亞特蘭大也發生過 也發生了一個也是上禮拜發生的事情 好像有八個人死亡 等一下我們看一下新聞內容到底是怎麼樣 那今天我們看到的就是我們先 preview一下下 所以等一下我們看到地獄廚房是紐約的什麼的一個特殊的地方 那你可能會想到 欸這不是廚神的那個節目嗎 呀的確它有個節目叫地獄廚房 可是事實上是在紐約的有一個特別的區塊 我們稱它為Hell's Kitchen地獄廚房 地獄廚房 它的名字就叫就真的叫做 呃這是一個不是一個真的叫做啦 就是它是一個 大家嘴巴上掛著的叫它Hell's Kitchen 所以它這個行政區並不是真的叫做Hell's Kitchen 那然後等一下我們會看到這個婦人被欺負到進了醫院 要怎麼說 again如果說你對這些詞已經熟悉的話 那你現在把影片關掉我也不怪你 可是如果說你對這些詞可能想不出來 它可能是用什麼方式來呈現的話 用什麼字詞來呈現的話 或者萬一你繼續看下去 然後他還被踩踏 所以這個男生呢 這位黑人就已經被通緝了 那通緝會怎麼說 那結果很搞笑的是 或者不應該這樣搞笑 但是很過分的是 呃有旁邊的那個建築物啊 有一個那個security 就是算是保安人員 結果這個保安人員竟然目睹了這一切 然後他不但沒有提出援手 他還把門關起來 呃不過後來知道說 他似乎有立刻報警 只是他自己沒有出來制止這一切 就呃網路上有人對他有些譴責 所以這個提出援助要怎麼說 那再來就是剛講到像美國整體呢 很多很多人啊 會有一種籌外的心理 那什麼叫籌外呢 所以或許不是單純是反亞洲人而已 但總之就是完全的一個籌外 不喜歡外來者的一個心理 那這個名詞怎麼說呢 那然後後來他們有去採訪一個單位 那個單位就用一個很官方的一些方式 來說到說我們對這件事情強烈的譴責 那我們不接受這種很肆無忌憚的仇恨 所以我都先把一些中文詞打在這邊 看一下這些會怎麼說 來我們看一下內容怎麼報導 我這個影片我一直把他拉不掉 所以很遺憾他就留在這螢幕上 所以事實上是內坎的一個影片 然後當我滑下來的時候他就會跑出來 所以這是一個新聞片段的報導 但我們就不想用引用他的報導 沒有關係我們看這裡面 So NYPD的Hate Crime Task Force NYPD就紐約的檢察局 紐約警局的New York Police Department 所以他們 所以仇恨事實上對他們已經是一種罪了 所以有一個詞的確叫做 Hate Crime 所以Crime是犯罪 所以它真的是已經是 他們被視為是一種罪 Hate Crime 然後它是一個這個Task Force Task Force怎麼翻呢 就是任務小組之類的 所以正在Investigate 正在調查一個Brutal Assault 所以Assault就是攻擊 所以或許剛剛 這個詞我們應該保留一下也好 Assault就是攻擊 那Brutal就是非常獸性般的 很可怕的Assault 在Health Kitchen這個地方 我們馬上看一下Health Kitchen在哪裡好了 所以我剛剛有稍微找一下一下 所以Health Kitchen的Location 大概我們拉過來看一下 大概就是紐約的這一塊小小的地方而已 所以你看到它離這個Central Park 它在曼哈頓的偏左下角 那這邊有一個Central Park Zoo 就表示中央公園其實就在旁邊而已 那這邊也有Empire State Building 所以帝國大廈也就在這裡 所以其實德國大廈 隔了大概30條街往右一轉 這個區域我們就叫它 Hell's Kitchen這樣子 所以這邊有說Hell's Kitchen Also known as Clinton 所以它稱為克林頓區 It's a neighborhood on the west side of Manhattan 所以曼哈頓的西側 在紐約 紐約市 West of Midtown Manhattan 所以在紐約的中城的西部 West of Midtown Midtown Manhattan Now it is considered to be bordered by 34th Street to the south 59th Street to the north 8th Avenue to the east And Hudson River to the west 所以它把東西南北的四條街的邊緣 都抱給你知道一下下 所以34街、59街 然後還有第八大道 以及哈德遜灣這樣子 好 所以了解一下Hell's Kitchen的location 那我們就回來這邊 然後所以它在Hell's Kitchen被攻擊 所以帝國大廈隔幾條街而已 這樣子 All right 所以這是一個Asian的New Yorker 是亞洲的紐約客 最愛紐約的人 我們有時候居家的New Yorker 所以這個Victim是一個65歲的女的 On her way to church 她是在教會的路上耶 然後她就 她就被送去醫院了 was hospitalized with serious injuries 所以嚴重的一個受傷 所以這個Hospitalized就是入院了 Hospital是名詞 Hospitalize就是一個被送進醫院的概念 所以是被動的形容詞 然後我們剛剛說了踩踏對不對 所以我們再讀一下 Surveillance Video Surveillance Video就是監視器的影片 Shows a man kick the woman to the ground 她就把她踹到了躺在地上 Stumping on her several times 所以stump這個字就是踩踏踏 所以這邊去補一下 So stomped on her 這邊用的是Ing Stumping on her several times Before police say He made anti-Asian statements 所以後來啊 然後去警察說 之後他還講了幾句仇私亞洲人的話 所以Anti-Asian就是反亞洲人的 Statement就是一些言論 然後他最後這邊一樣 又括了他講了一句話 引用他說的一句話 You don't belong here Then ran off 就你不屬於這裡 然後他就跑了這樣子 相當過分了真的 然後我們這邊再稍微看一下的話 還有些什麼詞 或許剛剛這邊講的可以看一下 Yeah 就是 所以這是NYPD的Hate Crime 他這邊是他們的一個推特賬號 他就說了 Help identify the below individual 所以他長的就這個樣子 是一位黑人老兄 所以下面這位這個人 那他呢已經被通緝了 我點到了他 我不用點到 不需要點到他 好點回來 OK 所以這個Wanted in connection to an assault 這個Wanted的意思就是 我有點到他了 不要理他 OK 所以Wanted就是被通緝 所以這個人啊 現在被通緝 In connection to 什麼 就是跟一件什麼案件相關連著 所以他跟一個襲擊案相關連著 所以他現在被通緝 Alright 所以通緝這個字認識一下一下 然後呢 我們再看下去 下面這邊說的就是說 有一個家伙並沒有伸出援手 所以這個Task Force tweeted the video saying in part The cold hearted building security guard 所以有一個很冷血的冷心腸的 Cold hearted OK Building security guard 所以旁邊那個建築物的一個保安人員 Not only fail to render aid 所以不只呢沒有 Fail就是失敗了 所以沒有去Render aid 所以Render的意思就 這邊這個Render就是伸出什麼東西來 像我現在在錄影片 然後後來必須要把那個影片伸出來 給它輸出出來的時候 有時候也會用這個字Render 所以這裡他們就用了Render Render當動詞 那Aid的這個字就是協助 所以他沒有Render aid給他 他沒有extend他的help 沒有伸出援手 所以沒有Render aid 那然後呢 He closed the door on the victim 他把門關起來了 好啦我們不要Rush to judgment 就是在一些別的報導上看到他好像是有報警的 他可能也怕衝進來打他嘛對不對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該怪他還是不該怪他 但不管了 然後這邊再看下去就是這個 這個單位就說了 所以這個Brottsky Organization Condemns 我不管是什麼單位也不管了 Condemns的意思就是譴責 所以這裡出現的是譴責 我們這邊先來寫一下 所以他們譴責什麼行為 Condemns Condemns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所以各種不同的歧視他們都譴責 以及譴責racism 種族歧視 Xenophobia 就是我們在找的這個字 Xenophobia就是仇外心態 所以Xenophobia Phobia就是什麼什麼的恐懼症 Xenophobia就是不喜歡 不是本國的人 簡單來說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被翻譯為排外心理 Xenophobia 以及Violence Against Asian-American 所以任何對亞洲人的 Asian-American 就美極華裔的 美極亞裔的 不要講華裔 對不起華裔 太小了 美極亞裔 那所以他看到這個 TAC OK 那我們再看一個 我想要找給同學看就是這個 下面這個組字 他又再一次 Quote他一次 那再Quote一次 是他講的又更清楚的一些話語 所以這邊就給你看 We unequivocally 這個字在不太好唸 Equivocally跟Unequivocally 什麼是Unequivocally呢 就是非常清楚明確不過的 非常明確的 Unequivocally 所以Equivocal的意思就是 就是說話說的含含糊糊的 不太清楚 Equivocal 所以Unequivocally condem all acts of hate 所以這邊我就再補一個字 就清楚的 強烈的明確的譴責 或是這裡清楚的 我加個明確的 OK 我們很明確的去譴責一件事情 So we unequivocally condem all acts of hate against the AAPI community 啊這裡又出現一個詞 我們要講一下一下 就是這邊的 AAPI 所以現在就要蠻夯的一個詞 或者其實有個單位喔 他 他 這個號召 就是他的slogan 或者他的這個 組織的名稱就是 Stop AAPI hate 那停止AAPI的仇恨 那這個AAPI是什麼東西呢 所以AAPI我們把它打出來 AAPI就是 Asian American 所以 亞裔美國人 以及 Pacific Islander Pacific Islander的意思就是 太平洋島的一些原住民 的人 這樣子 他包括了 這太平洋上面很多很多島 像什麼 像我們知道那個 巨石強森來自於這個Samoa 薩摩亞 好像翻譯成中文是這樣 所以他就是屬於這個 太平洋群島 上面來的人 所以總之 我們跟他們都比較屬於黃皮膚的 所以 我們都是少數人種 所以 所以 他們這個組織就把全部lump在一起 就說我們 我們就總是大大肩膀說 我們都同一群啦 然後我們要一起來抵制 對我們這一群人的 歧視跟傷害 所以停止 AAPI hate 所以 Asian American Pacific Islander hate 這樣子 所以說你看這邊就再一次 We unequivocally 所以我們非常明確的 condemn all acts of hate against AAPI community 所以這邊發生的事情呢 就是一個example of unbridled hate 這裡這個unbridled 這個詞就是 我們這邊說的很肆無忌憚的仇恨 所以這邊有個詞叫做unbridled ok unbridled 那再加個hate ok 所以這一種 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肆無忌憚的仇恨的例子 another example of the unbridled hate and terror against our AAPI neighbors 所以對我們這些AAPI的鄰居們 這樣子是不ok的 他這邊說 好所以我們把這邊字都講了一下一下 那我們來看另外的這一個案子 另外這個案子就是這邊 New York Times有報導 巴黎死亡 in Atlanta spa shooting 所以這是一個shooting 也就是就是掃射這樣子 所以在亞特蘭大 Spa就是你知道女生做那個Spa 所以這是一個就是那種 做Spa的Spa域的那種 一個地方 那Spa多半很多都是亞洲人在經營的 這也是 已經算是一種stereotype 我不是說全部啦 但這是很多亞洲人就經營Spa 或者弄指甲的啦 或者是按摩店啦 或者之類的 所以八個人死亡 然後with fears of anti-Asian bias 所以你看就害怕 所以有恐懼 恐懼這個反亞洲人的情緒 然後我們這邊看 這邊的報導其實是有很多 一條條連結的整理 那事實上我們大概就不用一條條點進去了 我們看一下他統整的一些英文詞就好了 So the man who police said Went on a rampage 所以Rampage這個詞 Go on a rampage 這個詞就是我們這邊會講的 就是他橫衝直撞暴走 所以衝進來 扫一圈 我們就可以說這個叫做 Go on a rampage OK Go on a rampage OK Go on a rampage Rampage這個詞事實上 是若干年前一部電影的名字 就是你知道有一個 有一個白色的金剛猩猩 然後有一個狼還會飛 然後有一個鱷魚 那個鱷魚好像有些其他 一些變種突變 然後三個大鬧 那個美國的某個都市 我是忘拿拿肚子 然後也是巨石強生眼的 那事實上這是一個很老的 好像是忘記是不是也是電影 或者是一個遊戲改編出來的 反正那個 好像叫做什麼毀滅大 大什麼東西 或許不要扯這些 總之那個電影就叫做 Rampage 好像是 回來這裡 So go on a rampage at three spas in the Atlanta area 所以在三個不同的 這種 spa的這個店 has been charged with eight counts of murder 他就身上背了八條謀殺罪 所以那一條一條一條的罪 我們有時候用count這個字來說它 所以這裡總共八條人命 八條的謀殺罪 with eight counts of murder in the connection with the attacks 所以你看我們這邊又有另外一個 我剛剛沒有稍微打出來的東西就是 你什麼什麼罪是跟什麼什麼有關聯 我們看到這個片語 就常常看到的是 in connection with 這樣子 所以前面那個是 呃傷害罪 so in connection with an assault 所以這裡是 in connection with the attacks 所以它八條的命 都是跟這一次的 掃射有關係 in connection with 好這裡就不打出來了 然後下面還有一個詞 我們也是一定要看一下 所以這個 suspect has been charged with eight counts of murder 剛說過了 然後這邊 八個 八個裡面有六個 six of the eight victims were women of Asian descent 所以這裡的 women of Asian descent 的意思也就是 他們是亞洲的 亞洲裔的 這個descent 就是有後代子孫的概念 然後 拜登說 很擔心很擔憂 啊放屁啊 這個都鬼 a survivor of the shooting call his wife I've been shot please come 所以一個存活者 還打電話給他老婆 所以 a survivor of the shooting spree 所以這裡我要講的詞就是 spree 所以這裡的shooting spree 就是連續掃射 所以你看這邊有一個shooting spree 你看看起來多不開心啊 可是spree這個詞 其實就是有連續什麼什麼的概念 所以因此你要是去 或許我們應該叫它連續 總之就是一種 大爆發的一個狀態 不然我這邊找一下spree 這個幹什麼好了 ok spree這個詞 因為我心裡面最常想到的一個詞 叫做shopping spree 你知道嗎 所以shopping spree 是大禮包喔 禮包實在怪怪的 ok 或許我這邊用一個 再看一下下 spree的中文 sp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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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你看 這裡就你看shopping spree就是 合了一通啦 瘋狂採購一番啦 揮霍一番 你要把它翻譯成揮霍 我真的也是覺得 在這裡也發現會很奇怪 你要你看 去射殺人家 然後叫做揮霍 這個感覺可能就是 反正就是 大大的做一件事情就是 所以我們有shopping spree 我們有shooting spree ok 這就是很常 後面這個是很常在生活中看到了 你去瘋狂大採購了一番 shopping spree 拿來這邊瘋狂大殺人的一番 gah shooting spree 所以或許我連續這個詞並不是非常漂亮 可是你懂我意思就好了 ok 好 所以我們再回來這邊看到 所以這個shooting spree 相當嚴重很可怕 那下面又繼續說了 這邊說了 專家就說了 so experts warn of a rise in hate crimes motivated by male supremacy 所以專家警告 警告現在這一種仇恨的這種罪啊 就有一個rise正在崛起 正在突起 那這些東西都是由什麼東西為動機的呢 so a rise in hate crimes which are motivated by male supremacy 所以這裡就是男性優越感 叫做男性的 male 然後supremacy就是優越感 我們比較有時候會看到 white supremacy就是白人優越感 種族優越感 所以你可以把supremacy這個字前面換成不同的形容詞 或者名詞這樣子 好 所以你如果問我有什麼看法嗎 哇 美國真的就是一個 不是很好住人的地方 我個人認為 不管是什麼地方 或許大都市 也不見得有比較安全一點點 總之啊 如果你今天是住在美國的人 那你有在看我的節目的話 少出門點吧 什麼東西叫 叫uber 然後出門 這樣講好像也不是說非常正面 或許我們就應該團結起來 我就是要出去 憑什麼因為 有這樣的東西 我就應該關在家裡 不出門 但我是一個身體健壯的男生 我或許敢這樣子講 那如果今天在美國 說不定我也找到去買槍來自衛的也不一定 I don't know So I sympathize with you But I don't know what I can say to you Be safe out there OK 好吧 我們今天大概講到這裡 我是Paul See you next time